郭文貴議員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上任已經一個多月了 我剛剛觀察一下,你備選的情況 當然,不管是司、署、內政部的業務相當的繁雜 很多的一個業務,我們也希望說部長能夠趕快進入狀況 不管是委員的答選,或者是對業務的熟悉 我想,我們委員會,部分黨派大家都對你有一些期待 那我先請教一下部長,你知不知道 這個國際的兩項人權公約? 你知不知道? 國際兩項人權公約 我這還怎麼知道? 國際人權公約你怎麼知道? 好,那個我跟部長報告 這個一項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及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總共有兩項公約 那這個在98年3月31號立法已經通過 98年12月20號已經公佈施行 該把,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兩年內相關的國內法必須完成修法 所以在去年的12月10號 這個按照規定,我們這個內政部 以及相關中華民國有關 抵觸到兩公約就必須完成修法的這個工作 所以 這個我們相當關心說 內政部有關主管的兩項公約這個部分 我跟我們部長說明 總共有123處 是需要更改的 但現在我們還有31項的法律、行政命令等等這個部分 是必須趕快送到立法院來做修改 那我希望說 這個部長 這個回去能夠折成相關的這個 這個司或署 相關的單位 能夠趕快把這個法案趕快送過來 好,謝謝指教 那 這個是第一點 我跟這個 部長報告了 好